OdioJungle OdioJungle 韩国方面说,韩朝决定4月27日,居行首脑会晤韩国和朝鲜代表29日在板门殿朝方一侧的统一格举行高级别会谈。 双方商定于4月27日在板门殿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首脑会晤,3月29日在板门殿朝方一侧的统一格,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君、左和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在会谈后握手据韩国总统府亲马台当天的消息,韩朝双方还决定于4月4日在板门殿就礼宾、警卫、新闻报道等问题。 进行实务会谈,双方还将对其他具体问题通过文件互换形式继续协商。 当天参加高级别会谈的韩方首席代表为统一部长官赵明君,朝方代表团团长为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本月21日,韩国决定向朝鲜提议。 29日,在板门殿朝方一侧的同一格,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为计划于4月举行的韩朝首脑会晤做准备。 这将是第三次韩朝首脑会谈。 2000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朝,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发布65共同宣言,开辟了南北和解合作的新时期。 2007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炫访朝,与金正日签署,并发表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外交部,对朝韩商定4月27日举行领导人会晤,表示欢迎朝韩,今天在板门殿举行高级别会谈,商定于4月27日在板门殿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朝韩领导人会晤。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9日说,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对朝韩双方为此所做努力表示赞赏。 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中方一直乐见朝韩双方展开对话,改善相互关系,推进和解合作。 我们希望,对话的势头能够延续,和平的居民能够延续。 来源,新华社编辑,董静雪,王帅官。